拱县石窟,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 位于郑州市、拱县市、河洛镇、斯湾村、石窟寺内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 现在我已经进来了 这里的门票是30块 这前面的话是石窟寺的寺 这个寺始建于北魏的孝文帝时候 但是现在能看到的寺 都是近些年重新修缮了 所以也没啥好看的 我们直接去看石窟 这个石窟的话是建于北魏的宣武帝时期 它是河南的第二大石窟 仅次于龙门石窟 但是在规模上来说 和龙门石窟差得非常远 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但是的话 就是说在河南没有其他大规模的石窟 它就被排到了第二 另外它也是全国的十大石窟之一 当然里面是有绝招的 绝招就是 一个是全中国最美的飞天 另外一个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地厚礼佛图 其实以前龙门石窟也有地厚礼佛图 最后被美国给盗走了 所以说现在这里 地厚礼佛图是 这个石窟寺整体是坐北朝南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方向是 C面 就是从C面开始 一直往东边去 总共有五个石窟 这是70位置 你看 你看这外面有佛像 这个佛像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菩萨的形象 这石窟的话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的话我们只说外面 简单从这个洞口略过就可以了 这风华都比较严重 看这个石窟 如果往上看的话 可以看出来很多的罗汉像 只是说这个面部轮廓 现在逐渐都消失掉了 这外面是为了保护它 所以建的一个棚房 这也是第一窟 我们就不进去了 就站外面看吧 是不让拍照的 然后这个是第一窟 能看到这个祖佛 在它周围的话有两个弟子 两个菩萨 另外这个第一窟后面 是有地后礼佛图的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不能进入录像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现在整体用玻璃框框着 我们接着往前走 可以看到这又是一个大大的历史像 它身上的纹饰雕刻的都非常清晰 但是它嘴边的位置可能是被硬物给削平了 看着残缺的比较厉害 而它后面这个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佛像 整体神态看着非常安详 但是下巴的位置那块石头也是掉了 耳朵的话非常的大 这个手整体也已经没有了 在它跟前原来应该是有两个菩萨的 正面这个菩萨已经不见了 而这边这个菩萨的话可以看出来 神态非常的安详 可以看到这个菩萨它身上的纹饰衣服的纹饰还在 但是菩萨不在 这个是第三窟 第三窟整体应该破坏的非常严重 所以是用铁架子焊着 放上进去 我们在外面看一下 石窟寺最大的特色是它中间 每个石窟的中间除了第五窟以外 都属于这种中心方柱的 中心方柱的四周雕刻的都有佛像 非常突出 如果要是近距的话 可以围着这个中心方柱转一圈 中心方柱是佛 然后四面墙上除了门 门以外其他位置也是佛 这有一个碑是中华民国26年历的 写的是河洛神迹 我们顺着这个走廊走 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进来看 里面那个石窟其实非常漂亮 因为不让拍照 所以我们尊重它们 不让我们就不进去了 马达马瑟能进来的话 也就是三个窟 这是第四窟 也可以看一下 站到这个位置看 一个主佛 两边 两个世卫 还有两个是两边 两个弟子 两个菩萨 上面的话就是 全国最美的飞天 也是被玻璃框框着 我们不进去站到这里 都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的话 也有地后里佛图 当然没有地窟的漂亮 你看到这外面整体上都有 都有石刻 大大小小的 当然就是说破坏的比较多 看到这个 这是两个表面两个狮子 中间有一个 也是一个动物的形象 而这边的话 你看有几个人 外面密密麻麻的 都是小的 里面有更夸张的 就是一面墙全是小幅 这个也是锁这儿 所以说刚才开放的 也总共就三个 开放这两个 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 上面这个神像 这个像 神态非常好 有点失焦 神态非常好 因为比较昏 可以看到里面是彩绘 这儿以为是个历史 它上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窟 我们放大看 这个小窟的话 跟那个龙门石窟的 鲁士纳大夫非常像 如出一辙 这不过是迷你版的 这个跟那个龙门石窟 都早有北位 应该是有继承关系的 好 这边还有最后一个 这也是锁着的 谁说能进的话 也就那两三个 其他都进不去 这周围有残损的历史像 上面全是佛像 大大小小的 大多的都是 一个中间是一个主佛 两边 要么是两个弟子 要么是两个菩萨 要么是两个弟子 两个菩萨 都是这种规律 我们走到这个 库跟前 就是这个枯顶 这枯顶的话 有一个莲花枣井 非常漂亮 整齐叶 这个顶部全部都是 这个枣井的莲花 所以这个进不去 这个就是这个石窟寺 石窟的结束位置 可以看到一面墙上 成百上千个 小小秘密麻麻的小方向 中间最突出的 有一个坐着的主佛 让我们回望一下 整体这个石窟寺 就是这样 当然了 如果这个C看的话 可能看出了 非常多的门道 我们现在 从走马观花的看 站到上面 可以俯瞰一下 这个石窟 我们最后走到主佛那 看一下就结束了 在这个位置 看这个主佛 非常的慈祥 好 到这里结束